前不久,32岁的日本乒乓球名将水谷笋 全部在东京奥运会后退役 8月19日,据最新消息 他目前已正式进军日本娱乐圈了 这一消息让不少国内网友感到惊讶 因为论外貌条件的话 水谷笋的确不符合日本娱乐圈美男的审美标准 甚至有人因此觉得日本娱乐圈下限太低 然而日媒对此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他们认为水谷笋是日本拼坛第一人 在他的奥运生涯里 金牌、银牌和铜牌全都拿过 是为全满贯球员,并且水谷笋的情商高 综艺感强,被誉为是为综艺而生的运动员 如今水谷笋官宣退役才仅仅两周的时间 他主演的综艺节目就已有四个之多了 据悉,此前他退役时 曾以自己在双打中击败中国威力 向年轻的后辈们寄予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选手打败中国 对此范范只能说,祝你们好运吧 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優勝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この悔しさはバーネに 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では絶対優勝したいで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